大家好 今天是2019年4月20日星期六 这里是银血之光 展现大洋洲的纯美城市 追溯地球村的中国光影 我是独立自媒体人岳哥 今天我们继续来关注中国的性少数群体 北京的同志杨大根就再次探访了 北京知名的同志公园牡丹园 在那里他采访了一位叫做华姐的男同志 华姐大概在40岁左右 目前正在为寻找伴侣而发愁 他心仪的对象和爱人 大概在18 19 20岁左右 华姐还说 他的爸爸妈妈已经知道他的性取向 所以他不愿意回去 他会感到压力 以下就是采访实录 今天我来到了同志公园 这里是母诞园 身边坐的这个是华姐 华姐您好 您能自我介绍一下吗 您现在的情况 比如你的年龄呀 你的职业 大概的说一下就可以 职业 就哪方面呢 自由职业是吧 对 你的年龄是在40到50之间吗 40 40是吧 对 你到这个圈子里 你用起来只是单身 对 是吧 那你找找到另一半的有啥要求吗 就是你对对方有啥要求呢 就是群传亮丽 一个 你喜欢你喜欢帅哥型的是吧 对 哦 喜欢年轻的不喜欢自己同龄的 是这意思是吧 对对对 哦 这样子的 哦 那你进入这个圈子有多久了呢 两三年吧 哦 两三年是吧 您是一个人来到了北京 对 哦 现在仍然是单身 没有结婚 不考虑结婚是吧 对 那就等于是将来要找一个男人生活在一起 就是啊 对 哦 那你是 一还是零呢 或者是公还是兽呢 你是被动型的还是主动型的呢 在这个村子圈里 主动型的 哦 你是主动型的 对 冰淇尼要找一个帅哥型的 对 在 在大概年龄 对方的年龄 你在 十八九二十岁 哦 二十岁 那就是你喜欢学生吗 对 学生型的是吧 对 哦 那确实是 你觉得在这个公园 你也是进入这个圈子有两三年 你对这个公园 你觉得能找到 就是你想要的另一半吗 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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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几乎都是一夜勤的 对 那真的是太难了 对 但是你还是渴望有 自己能找一个固定的朋友 对 不太喜欢那种一夜勤是吧 对 哦 那你对这个健康有啥 援助自己呢 比如说假如说你 突然喜欢在公园遇到你的另一半的话 你会跟他要发生性关系吗 会 会采取措施吗 会 不带套 不带套的话 太危险了 对 是吧 对 我觉得华姐是在这个圈子里也是一个有名人士 所以说我觉得以你的形象的话 找一个年轻靓丽的话也是很容易的 对吧 对 对 是的 是的 其实华姐我觉得我们也是认识好几年了 你今天能讲出自己的心里话也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对 你是很内向 对 不是那么张言 你现在出柜了吗 家里人知道你吗 没老婆没孩子 对 单身 我知道你是单身 就是说你的父母那些 知道你这种倾向吗 应该不知道 知道 已经知道了 你出柜了 知道 所以我不愿意回去 回去你都知道 所以我不愿意回去 就是等于是家人都知道你的身份以后 他们很排斥你了 对 那个地方都知道 所以说你不能回去 回去你都知道 那就是这样子的 一定要把自己保护好 对 那你现在就是等于是一个人在北京的话 生活呀 各方面都适应吗 你是南方人吧 四川人 你是四川人 对 其实四川是一个贵都 应该 我觉得你 你是多大的时候进入这个圈里的呢 四二岁 十八九岁 十八九岁就进来了 嗯 那你找过固定的朋友吗 没有 从来就没有过这么多年 嗯 有 那你的时间真的是挺长挺长的 这么多年 一直都是都是一夜晴为主 对 没有长期的 没有长期没有固定的 那就应该在固定的时间内 检测一次是为自己的身体考虑 对 是吧 嗯 未来 好了好了 非常感谢华姐 嗯 华姐是一个欧美国家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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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